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持续延烧 本土确诊个案单日破万已经成为民众的日常 在后疫情时代民众要怎么样去看屋 可以减少群聚的风险 现在有线上看屋可以解决你的困扰 房屋业者实际操作一遍 透过手机不只能够一览房屋内部构造 连细节都能看得一目了然 线上看屋虽然是疫情下的好选择 能够达到减少疫情风险的保障 不过首先得有网路以及数位产品 真的每一位民众都适合吗 我不会 因为电脑我不行 而且我要亲眼看到房子整个真正的内部 那个看不准 疫情之下的线上赏屋虽然会降低部分民众看屋需求 业者也坦言待看房屋时会有些隐忧 但人得在后疫情时代做出调整 防疫期间自己心里面或多或少应该会有一些担忧 针对待看房子的话 买方客户跟卖方客户 他都觉得说OK 那我们才进行待看 那空屋的话当然就不会有这个部分的疑虑 线上赏屋提供民众多一种选择 倘若还是得到现场赏屋可以选择空屋降低群聚风险 在防疫同时搭乘买屋需求 记者钟明胡祥慧采访报道 我来说明胡祥慧采访报道